很简单的认识你都听不懂 那么当然我看了 这是你说的 这是你说的 小学的我怎么办 嚣张工作人员嘲讽挂号人听不懂话 不料惹怒硬茬子大哥 就不怪你臭毛病 注意看 这个说话慢吞吞的上海小姑娘 在医院当班期间 遇到挂号人重复问了两遍问题 就当场甩脸子 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直接惹怒对面大哥 当场教他做人 什么个嗨的 据大哥所说 当时他去医院挂号 因为没有听清工作人员的讲话 便又问了一遍 谁知对方就不耐烦了 阴阳怪气的嘲讽大哥 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让人看着就来气 只是这次碰到个不好人了 当场教育他 没想到该女子不紧不收敛 还越说越来劲了 大哥说一句 他有一百句在那等着 隔着屏幕都让人怒气飙升 你在哪里受了气 我没有受气 我在你这里受了气 你没有受气 你怎么这么气 你看你 你在哪里受了气 受了多大给我吃 吵架 真厉害 是不是医生 跟你什么吃多了 你怎么要这样子了 我看你是要吃多了 我怎么吃多了 刚开始女子还将问题甩给大哥 说大哥不知道在哪里受了气 跑到他这里来撒 给人一种怕很委屈的感觉 说着说着就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暗示大哥吃错药了吧 大哥也毫不留情直接反对回去 我看你才是吃要吃多了 最后该女子承认自己不耐烦 但都是被大哥给气 谁叫他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听不懂了 还炫耀说 没有你我照样有饭吃 此言论一出立马招致全网谩 有网友表示 这种现象在各大窗口简直不要太常见 那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高傲的不得了 好像多说一个字就能要他们的命 一点耐心都没有 幸好国家现在开始整顿医疗乱象 像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人 直接开除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小姑娘真是杀人不见血厉害的 用最慢的语速说最狠毒的话 你问她问题她嫌麻烦 对起人来倒是丝毫不遗余力 对此上海六院回应说 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 已经连夜进行处理 网友表示 别处理了 直接开除 太狂了这小姑娘 但也有网友表示 医院的人流量每天都很大 工作人员有时候确实会疲累 态度不好也是可以理解 而这件事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意义 主要是大家苦这些人的服务态度久矣 不仅是医院的窗口 银行的窗口 还有好多好多办理业务的窗口 那里面的人仗着自己是皮放了 就对前来办理业务的人爱达不理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大多数网友都是选择忍了 少数时候有人会当场进行投诉 而被投诉后立马道歉认错 事后继续我行我素 作为工作人员来说 他们每天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 自然会感觉到枯燥乏味 但前来办理业务的人 很多都是不懂货不熟悉流程的 隔着厚厚的玻璃本就听不太清 耐心解答一下又怎么了 希望上海六院能严肃处理该女子 也给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提个醒 不要以为有了铁饭碗就能高枕无忧 服务不好大众照样开除你 那么大家对此事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们下期再见